不要改变 以前就有一个朋友 他就跟我说 他跟他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他好希望时间就停在那一刻 当然那个时候他们两个是在谈恋爱的 我学生的时候 我有一个同学 他那个时候认识一个男孩子 他说他很希望他们在约会的时候 时间就固定下来 不要流动 然后空间也固定下来 不要变动 有没有可能 不可能 这就是他的希望 也是我们人的希望 对不对 我们希望所有事情都如意 然后都不要变动 但是很让我们失望的就是 所有事情不断在变动 所有事情不会进入我们的意 那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才感到苦 因为我们有一个错误的看法 就是我们认为所有事情都是永远的 包括我们的身体 包括我们的生命 虽然现在我们透过佛法学习知道说它是无常的 但是真正面临变动的时候 我们还是情感上还是希望它怎样 无边 对不对 如果我们可以接受的话 接受这个事实的话 我们就可以放下 我们就可以放下我们内心的很多挂爱 我们可以放下 当然我们也可以提起 因为它如果是希望的话也不妨碍我提起 对不对 所以这里讲说我们生命的现实当中 就是有很多的变数 让我们感到身心不安 那在我们身心不安的时候 我们就会心智混乱糊涂 那这个时候 有时候会造业 这里是说会 有时候会根本不在乎流芳白痴或遗愁外面 只要目前能得到想要的就好了 像最近不是有很多好几个小孩子 以我们的年龄我们说他们是小孩子 就是有一个好像是大学生 有一个是国中生吧 他们去偷人家的东西 对不对 偷人家的钱只有好像是几千块而已 然后就把人家屋主给杀了 那这个就是他已经心智很混乱了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造了 他自己想不到的业 那这里师傅说 我们是受到业力的驱使 所以是固有环境的影响 及各式各样的诱惑跟刺激所致 这就是我刚刚说 我们受到我们过去业力的驱使 然后假设我们过去 没有栽培一些散法 或者是我们过去 我们的心就是比较容易受影响的 那我们这一生的心 这种不定很容易受影响的这种状况 还是会持续 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没有栽培 稳定的这种三根 就是定这个散法的话 我们今生为人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受影响 我们可以观察 是有的人很容易受影响 很容易被洗脑 是啊 我们在选举的时候 就很容易看得出来 可是有的人不会 有的人他心就比较容易稳定 然后他会去抉择 因此如果是我们有这样子的树叶的话 我们就很容易受影响 那这里师父告诉我们说 站在佛法立场 要能够使人的心安定 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发生 就是我们要能够 让我们的心能够安稳下来 安定下来 也就是冷静下来 那净化的方法 这里师父又告诉我们 就是学习维摩洁经所说的 心不随静转 心静 活土静 那一般我们来讲 我们的心很容易随静转 我们的心容易随静转 因为我们的心 我们可以仔细来观察一下 比较粗的心 我们的心不是贪就是撑 是不是各位父上 我们的心就是当我们接触外境 和我们的意的时候 我们就会快乐 会起贪心 如果不和我们的意的时候 我们就会不高兴 不高兴就是起撑心 所以我们的心大多数在这种状况 不是贪就是撑的状况 那这样的状况就会驱使我们去造业 因为师父告诉我们说 我们学习的是维摩洁里面告诉我们自慰 我们心不要随静转 然后用什么方法呢? 用修平常心 平常心的状态就是看到喜欢的不起贪心 看到不喜欢的不起贪心 说好像很容易对不对? 那做能不容易呢? 不太容易 但是有方法的 经典上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是修念佛法门的话 我们看到喜欢的 当我们起贪心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办呢? 刚才有菩萨说 念阿弥陀佛 我们就是把那个看到喜欢 关心起贪心 把那个贪的心转成念佛的心 这是一个方法 然后如果看到不喜欢的 会起称心 对 就是念阿弥陀佛 这个久久用功之后 我们的心就会慢慢平等 平等心 然后慢慢看遇到事情的时候 就会也能够以平常心来面对 所以还是要下功夫的 各位菩萨 真的是要用功 要下功夫 那这样子我们慢慢 这个是要经过长期的累积啦 慢慢这样训练之后 我们的内心会有喜悦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会发现 原来我自己依着佛陀的教法 可以处理我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些困境 因为法系我们就又愿意继续在学习 更深一层的佛法 就是像威某杰经所说的 那要把这个自我也放下了这个部分 因为当我们在修这个平等心的时候 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我们念到清安的时候 我刚刚一开始所说的会有成就感 会有清安感 但是这个成就感跟清安感 又是我们轮回的因 是我们轮回的因 但是净土法门有一个殊胜的地方就是说 即使我们没有把这个部分放下 我们只要这个一心归面 我们还是可以去西方净土见佛 所以为什么很多大德 很多菩萨在家菩萨 也都鼓励大家念佛就是这样子 这里师父告诉我们说 我们心混乱的时候 要让我们心安定 那心安定就是可以修平常心 以平常心来面对一切境界 那我刚介绍的是念佛法门 那如果菩萨灵不是修念佛法门呢 你是持咒的 那怎么办呢 原理是一样 假设你是持那个六字大明咒的 那同样的道理就只是把念佛转成什么 就这样子 那如果我们是修末造的方法 那我们就是把末造的方法提起来 就是在我们起撑心或起贪心的时候 把这个末造的方法提起来 总之我们每个人要有一个着力的方法 当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 我们在面对我们这个生命当中 比较一些负面的冲击 一些大的冲击 然后引起我们负面想法的时候 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些负面的想法 转成我们的方法 这样菩萨可以理解吗 这是一种善巧方便 佛头告诉我们善巧方便 然后这样子慢慢修下去 慢慢用功下去之后 菩萨们不要问我说会有什么结果 我们如人饮水能软之 我们在线平下身上 �平下身上 没有脍平下身上 你们这看我 有些不会有的 在线平下似的 彰后面 打个背摸 为远 儿 感谢观看